70岁,安寅子出山街新剧,贵妃造型爆光,网友,天山同郎,说到娱乐圈中的不老女神也还是很多的,而且有的已经到了老年时期,但是看上去还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。 不得不说,娱乐圈中的女艺人对于自己的保养事,是真的看得非常的重要的,而且也是做得非常好的,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动力女神的。 说到了已经到了很大年纪,但是看上去还是非常年轻的女神,我们就会想到了刘晓庆,刘晓庆年轻的时候也是迷到了不少的人,年轻的时候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啊。 而且现在年纪虽然长了,但是还是保养得非常好的,而刘晓庆最经典的角色就是武则天了,而我们今天要说的,也是饰演武则天的一个女艺人,这个人就是潘盈子。 潘盈子也是一个妥妥的动力女神,如今的她已经是七十岁的老奶奶了,但是她保养得非常好,从她平时分享的照片来看,都看不见有皱纹。 而当年,潘盈子出演的武则天,更是敬业了很多人的,而且相对于刘晓庆的武则天,其实潘盈子饰演得更宝贵的,很多的感情是潘盈子的更加的好。 而之后,潘盈子就慢慢淡出了娱乐圈,不过如今七十岁的她在渡出山,而且出演的还是云正的新剧《大唐女儿行》。 而这一次潘盈子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贵妃,从于正和潘盈子的合照来看,其实潘盈子的脸上还是能够看到皱纹的,其实也并不奇怪,毕竟是七十岁的老奶奶了。 这也是很正常的,每个人都是不可能赢得过时间的,所以女神也是真的老了。 不少网友表示,这是现实版的天山同郎,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。